在沉默了50年后,平心涛的原配林满珍,正是首次小三熊瑶,见两天这条街熊瑶夺夫内幕的新闻。 《震惊于乐学》在即将出版四传宝石浮光中,林满珍写道,有时候看到其他人写道关于我的事情,明明同一件事情,却跟我的所见所闻差异甚大,我想,也是时候可以来谈谈我的版本了。 整本四传有四分之一的内容都和熊瑶有关,详细记录了熊瑶是如何一步步抢走自己老公,走到正式的位置的,四十年前,我们签下了一张小小的,十五公分线方的分手证书。 不久,平太太的称谈,就换成了另一个人,而昨天熊瑶则发布了一条脸书,用岳飞的小重衫表达自己此时的心情,其中摆手为功名。 旧三宗主佬,祖归成,写的便是老公平秦桃,文莫,熊瑶还贴上了一则视频,并告诉网友细看。 细思,视频里是一位小和尚和他师父的对话,内容如下,徒弟,天长地久是多久啊? 师父,说天长地久,七十九是认定你了。 天长地久,就是从今天开始,到死亡之前,徒弟,师父,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在爱里受伤呢? 师父,所谓爱一个人,就是给了他伤害你的权利,但事实无常,最怕付出了一切,却只换来一身伤啊。 徒弟,师父,叶子离开树,是树对他不好吗? 师父,不是 徒弟,那是风抢走了他 师父,也不是 徒弟,那他们在一起好好的,为什么要分开呢? 师父,分开是因为,他们不再合适了 徒弟,不再合适 那,是谁错了? 师父,离开就是离开,分手就是分手 徒弟,错对没有意义,不再合适的两个人,与其耗尽对方养分,以通枯萎,不如坦然聚散各自相安,一切的一切都要看缘分了。 这段视频也被解读,为穷游对林满真抛空自己的回应,希望他能看开点,可则去不合自分,一切要看缘分的。 小类不仅擦了擦额头的汗,文化人自逼,果然不一样呢 这场三个人的爱情,虽然以林满真字都是个口吻,展开在我们面前 但是在婚宁床上,留下了多少精神折磨的烙印 谁都不得而知,林满真是谁? 提到林满真,除了知道她是平心涛的前妻,人们更多的是从琼瑶的兰花、心悦格格的作品 对男主妻子的描写中猜测她的形象,不懂得真爱,不懂风花雪月 没法和丈夫心灵交流,没法包容丈夫和小三的强势女人 然而,林满真本人不仅不是个粗鄙的女人 反而只书倒里,多才多艺,更是平心涛事业上的好伙伴 年轻的林满真算是个美人 她出生于福建一个富有家庭 17岁来到台湾,19岁考上台湾肥料公司后 与平心涛相识 当时的林满真是公认的敞花 平心涛曾发誓一定要知道她 1955年,她与平心涛结婚 婚后与有一儿两女,原本是很幸福的家庭 后来平心涛创立《皇冠》杂志,是林满真的父母拿钱资助的 林满真本人则成为第一位员工 身兼客服,财务,逃退多重角色 而且分文不取,她会讲国语 上海话,台语和日语 根据客户的不同切换到不同的语言 以此来拉近和客户的距离 做好工作的同时 林满真也没有忽视对家庭的付出 因为平心涛喜欢吃烟笋仙 而当时他们所住的南港买不到竹笋和火腿 她需要坐单程50分钟的公交去台北买 买好后回家炖三个小时给丈夫吃 不仅如此 当时皇冠签下了一些作家 让他们住在离家不远的地方 有时这些作家想要吃某样菜 也是由林满真来负责烧 每天游走在皇冠 家务和大孩子中的林满真忙昏了眼 以至于琼瑶出现时 她只把她当作一位普通的工作伙伴 第一次来到平心涛家的琼瑶 还对这一家屋口表现出了羡慕之情 这位曾想 这一面直接改写了一个家庭的命运 琼瑶是如何上位的 林满真在书中起到 平心涛对自己说 又一次见到琼瑶的素颜 没有画眉吗 好吓人啊 听到丈夫这么形容其他女人 再加上当时琼瑶还没离婚 所以林满真对她丝毫没有戒心 然而在琼瑶的书 雪花飘落之前我生命中最后的一刻中 平心涛却对她说 第一次见到她时 天遥地动 仿佛看到了一道电荒 两人一见如故 觉得彼此是命中注定 后来琼瑶和平心涛合作 靠着窗外一战成名 不过窗外也招来了她父母的的不满 父亲认为她只是在出卖自己的风流 往事 母亲则认为窗外中对女主人公父母的描写 是在故意丑化自己 被气到绝食 顺带一齐 琼瑶有个姐姐敷白帽满很有头脑 在美国读金融博士 据说正是一连幽梦中绿婷的原型 想到绿婷在小说里的遭遇 不知道琼瑶的姐姐有没有也气到绝食 此时琼瑶的丈夫 也已因为她写的东西饱受压力 开始彻夜不归 夫妻感情越来越淡薄 最后已离婚收场 因为家庭的不和谐 琼瑶听从了平心涛的建议 从高雄搬到了台北 在平心涛家的对面租了房子 两个人由此迅速打得火热 琼瑶会穿着新买的衣服 来问平心涛好不好看 在电话里调情 问她 我在吃牛肉嘎 要不要从电话里送一点给你吃 家里的窗帘也换成了平心涛最喜欢的大红色 平心涛一眼藏不住对琼瑶的喜欢 每次出国回来都会 带一些衣服 一半给林满真 一半给琼瑶 林满真在迟钝 也觉察出不对劲了 所以后来平心涛回国后 都是让琼瑶的弟弟去机场 先把要给琼瑶的东西领走 再回家 平心涛和琼瑶相处的越来越热络 有一天半夜是二点多 平心涛很晚都没有回家 林满真找了她一圈都没有找到 最后打给了琼瑶 结果琼瑶说平心涛在自己这儿打麻将 那是林满真第一次知道 原来自己的丈夫还会打麻将 得意的琼瑶还将了林满真一军 你自己来把她接回去 被羞辱的林满真仍然不死心 直到后来在平心涛的书房中 发现了琼瑶写给她的情书 此刻你正在妻子的臂弯里吧 何奈何奈你来了 寂寞就溜走了 此外还对两人接吻的怀安细细描述 字字句句情深意浓 可以看出两个人已经交往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朋友的鼓励下林满真决定和琼瑶谈谈 可还没等自己开口 琼瑶就噼里啪啦的讲了四十分钟林满真他们的家事 这料林满真大受挫败 当然 就如同琼瑶笔下的白莲花小三一样 琼瑶本人也曾纠结过自己和平心涛的感情 是否该细续下去 她在我的故事中写到自己和林满真谈谈的画面 充满了同情 实在不该卷入别人的婚姻里去 然而 对自己破坏别人家庭穷有给出的不就措施时 建议二女共事一夫 她对林满真说 如果你还爱她 不准备放弃她 就牢牢的守着她 她来我家 你也可以跟着来我家 毕竟林满真是个正常人 她当然不同意琼瑶的要求 可又放不下平心涛和三个孩子 迟迟不同意离婚 谈谈离婚 竟谈了八年之久 这也算一项记录吧 这是琼瑶对林满真迟迟不肯离婚给出的评价 于是琼瑶和平心涛又开始了狗血 专门琼瑶见林满真不同意离婚 就想要离开平心涛 平心涛则已死相逼 如果要分手 自己就开着车要冲到悬崖底下去 琼瑶哭着趴在汽车引擎盖上 表示如果平心涛要冲下悬崖 就先把自己压死吧 听起来轰轰烈烈的故事 林满真缺带往事浮光啪啪打脸 表示当时车子上还有琼瑶的弟弟 平心涛怎么可能真的坠崖 琼瑶的弟弟肯定会拉着他 两个人只是演了一出感动自己的戏码 林满真还揭露 在这牙世界之后 平心涛曾让他去带着琼瑶看医生 等琼瑶精神稳定下来了 他便和琼瑶两人去欧洲旅行了一个月 我决定遵从命运 不再亲眼分手 而可怜的袁太则从来没有出过国 第一次出国还是在婚后 由第二任丈夫带他去的 决定将坏人做到底的琼瑶 之后的日子里一直在逼迫平心涛和林满真本手 最后平心涛告诉妻子 你以后不要管皇冠的账了 直接将林满真赶了出去 离开了自己 一手打造了十年的公司 林满真当时外面俱灰 想过要自杀 可一想到自己还有三个孩子 只能很累接受了现实 同意与平心涛离婚 自此琼瑶小三正式上位 两个已经年于八十的老奶奶 还要为了五十年前的感情纠和自逼 一个埋怨对方是小三 一个劝对方缘分已尽 可在小梅看来 他们都忽略了平心涛的存在 他才是最应该被谴责的对象 用现在的话说 平心涛是个典型凤凰男 创业时靠的是娘家 到经济支援和原配的支持 后来看中了琼瑶的才华和潜力 一脚踹了原配 琼瑶在平心涛主编的某报纸上发表小说 塑造了两个女人形象 原配机器无聊 只知道柴米油盐 而小三则是完美 啊 多情的 平心涛作为报纸的负责任 居然能纵容小三如此公开的诋毁自己的原配 洗白他们的出轨行为 更可恶的是 在林满珍同意签字离婚后 她对林说 你比较坚强 她穷瑶比较软弱 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非得已 真是渣男中的战斗机 面对这样的渣男 林满珍为何选择保持成美五十年 又为何在闷不作声之后 突然将自己催上风口浪尖 这一连串的密集 都有着迎刃而解的关键点 林满珍 为什么现在思琼瑶 离开平心涛的林满珍 后来和把她十二岁的医院主任秘书王子平结婚 万年生活过得十分丰富 她喜欢上了山水画 还办了个人画展 本想就这样平静的过完这一生 但没想到林满珍突然出把往事浮光 将自己推到风口浪尖上 其应还要追溯到 去年穷瑶对平心涛失之后的一系列反应 她先是在脸上PO文告诉大家 平心涛失之自己有多么的悲伤 她细致描绘了平心涛生病的状态 并希望她能够轰轰烈烈的活着 而不是淒淒惨惨的躺着 在针对是否要插卫管的问题上 她和平心涛的三个子女产生了分歧 而女们认为 父亲插卫管延续生命是天经地义 不该上升到值不值得活着的高度 穷瑶得写了封公开家书 告诉自己的儿子儿媳 如果自己以后生病不能动了 记不得人了 请把她送去安乐死 这样的话在平心涛的子女听来 像是在盼着父亲早死一般 心里当然不舒服 儿子平云公开发表声明 检测穷瑶只关心情情爱爱 不能与父亲同甘恶苦 更提到了前生母亲林满珍所受的屈辱 随后 穷瑶也会声明回应了平心涛的儿女 表示 我错了 我当初就不应该把窗外寄给 皇冠 她还强调今后不会再回应 寄子女 最后列出十三项丈夫日常所需用品和注意事项 包括尿布 阴阳品 换洗衣服 床单的次数等 我现在外面俱亏 也不再相信人间友情 我跟你们爸爸之间五十几年的感情 在你们的攻击下 也变得苍白薄弱 之后她便带着自己六十五本小说的版权离开了皇冠 并透露 自己的作品在皇冠没有受到重视 有的书卖完了却不选择再版 几乎被打击到 死亡 穷瑶流泪说道 她表示 不想让自己毕生心血被这样糟蹋了 希望他们可以重生 因为当初并没有签订协议 在皇冠出版小说之时 她和平心涛的爱的约定 所以对穷瑶的出走 皇冠现在的管理者 平心涛的子女们也无可奈何 紧接着 穷瑶便出版了新书雪花飘落之前 这也是穷瑶第一本没有在皇冠出版的作品 讲述了自己照顾平心涛的心路历程 其中也有谈到林婉珍 对她后来能得到幸福表示了祝福 还隔空喊话 表示当年既是有错 也是平心涛的错 平心涛的子女们从小便很讨厌别人叫他们求疑的孩子 所以这次书书的行为 于他们看来 是外人在消费和诋毁 已经命不久已的老父亲 正是这样的利益和情感双重冲突 让林婉珍站出来维护子女 正面开队穷瑶 往事浮光 犹如前军 事情已经过去五十年 也许这么多年来林婉珍 一直没有放下心头的恨 可往事浮光的出版 也只是让人们再谴责穷瑶和平心涛一次 并不能改变任何事 从年秦教母到小三鼻祖 穷瑶的人生和她的作品一样 成为了一种扭曲的浪漫 她任性的去用伤害别人的方式去霸诈平心涛 便要接受今后这份爱情 永远得不到祝福的局面 而平心涛抛弃了糟糠之期 选择了穷瑶过节戏剧的一生 如果她插着胃管 上海有一点清醒的意识的话 会不会后悔当初的选择 不管是穷瑶 林婉珍还是平心涛 都是这场爱情悲剧的输家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